当今如何看待命用与机遇 命用与机遇是两个密切相关的概念 它共同影响着人的一生 命用是指客观存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 它决定着人的出生家庭背景等基本条件 机会机遇是指在特定情况下出现的选择的可能 它可以通过人的努力和争取来把握机遇 在当今的社会人们普遍认为命用是可以改变的 机会是可以通过努力来争取的 这个观点我们通过极价景方面来解释 第一个社会变革在加速 随着当今社会发展的进步 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的更新 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相信人的命天注定 同时人的教育水平在提高 教育可以让人们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 增强自信性和独立性 从而更好的把握机会 同时第三信息技术的普及 信息技术可以让人们了解更多的机会 当然命用与机会并非完全可以到控制 因为命用仍然对人们生活 相当强大的影响 机会也不是唾成可得 具体而言人们可以通过努力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命用 主要是把握机会 下面是一些主要的建议 第一个是正确的认识命用与机会 命用和机会都是可观的 不可否认 但是也不可畏惧 第二是积极 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 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的能力 敢于挑战 敢于拼搏 第三是不断的学习和积累 知识和技能是把握好命用的基石 第四是保持乐观与开放的心态 善于发泄机会 把握机会 从而改变自己的利用 从而言之 命用与机会是人生的重要因素 但绝非绝电性的因素 人们可以通过努力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命用 和机遇 从而实现人生的价值